为什么要选花莲县长 我要真实的跟大家说 那也要跟在花莲的朋友说 我选花莲县长 是为了一直今年累月 日日月月年年守在花莲而不离开 并且呢迁移到外地 日日月月年年现在想要回到花莲 却不敢回来的朋友 相亲来参选 想要回家的人 并且留在家里的人 希望看见美好的花莲 今天的参选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想要留在家里 以及回家的人参选 大家会问为什么 其实要告诉大家 很多不是花莲的人 当每一次提到花莲的时候 大家都比我还有经验 讲到花莲的人就说 啊 是需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的花莲人 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这么多年来 有 我们慢慢的打造了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安全回家的路很重要 我也深受起步 我也需要避免安全回家的路 而且安全回家的路成为了政治的口号 成为很多人选取的时候 必提的政界 可是当这一条路新建了以后 慢慢的慢慢的 已经越来越健全之后 我们发现 一条路竟然没有把人带回来 却让人走出去 过去十年 全花莲县 全花莲县进移出的人口 超过一万人 户籍迁走逃离花莲的人 超过一万人 光是在去年 2021年 户籍迁离花莲的人 有一千九百人 一千九百人 为什么 在一场一场 动土 剪彩 看起来非常欢乐的歌唱 跳舞的活动的背后 为什么出现了 这一些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愿意谈的空洞 我们今天要勇敢面对这个问题 作为花莲县的县长 要可以勇敢的看见 并承认 十年来 我们已经面临新的问题 尤其在疫情的过后 大家比我更清楚 我们面临失业的问题 店面关门的问题 甚至于连送药给天乡的老人家 都出现医护人员 药师不足 医师不足的问题 海水退去 我们看见了花莲真正的样貌 五星级的县长 是不是相依也有五星级的县名呢 县名的感受 是不是也是五星级呢 大家要去思考 大家知道我从花莲的南区来 也不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 有从外地返乡的青年说 他在山上种金针 山区五六十户 没有灌溉水 我从外地回来花莲 才知道想要种金针 照顾父母 我没有水可以用 还有一个在部落我非常敬重的头目 有一天我去拜访他 他说 我已经三天没有洗澡 为什么 头目说 因为没有水 我们现在有非常多年轻人 想这样回家 回家遇到错证 我们也有从外地 已经到周年老年退休 想说在桃园新北埋的房子 要给孩子住 自己想要回家乡 他们会担心 我老了 我看医师方不方便 我如果还想要种田 还有没有水 让我种田养活自己 五星级的县长 有没有五星级的县长 所以我今天要正式的告诉大家 我一定会站在前面历任的县长 为花莲打造过的所有的基础之上 继续往前走 过去的县长有做的 好的 古拉斯会继续做 过去的县长没有做的 古拉斯会加码 加力 继续来做 我们一定要在花莲 打造一个 让年轻人有希望 老人家可以获得安养 弱势者可以获得照顾 的一个升级的花莲 这是我们所希望看见的花莲 接下来 我就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叫荣耀花莲 花莲人其实应该感到骄傲 我们要以身为或成为花莲人 而感到骄傲 为什么呢 因为花莲有很多好处 很多优点 过去一直没有被提醒 第一 花莲是守护台湾国家安全的重要的基地 大家会说 博拉斯你讲好远哦 国家安全不是国防部的事情吗 不 我们花莲有非常重要的驾傻距离 在这一个地区 我们有重要的机场 重要的情报中心 重要的油谱 而且在过去这两三年 中国的战界不断的航行 台湾的动物 飞过来 我们希望大家要注意到花莲的重要 花莲的安全 花莲县民的人生才讲安全 也就是我们台湾所有人民的人生才讲安全 花莲很重要 我们知道花莲人非常重要 第二 花莲县 它也守护了台湾的经济安全 在西部 我们遇到气候的变迁 会突然之间缺水 或者我们偶尔也会遇到电力中断的问题 可是大家都忽略 长久以来因为欠缺在花莲的水利 电力稳定的投资 交通的投资 以及网路基础建设的投资 很多花莲就觉得好远 而如果县政府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问题 会让花莲被遗忘 过去两三年 有到中国投资的企业 因为美中贸易战 纷纷的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 已经有上兆元的投资 各个县市长都积极的争取 说赶快企业来我这一个县来投资 创造工作机会 刺激我们的内需市场 告诉大家 全国以行政区来团队 花莲线在过去这两三年 只终取到一家 回来台湾投资的企业 只增加了大约三千万年的投资 并没有增加太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希望大家要知道 花莲充满的潜力 只要我们做好交通的建设 只要我们愿意跟中央合作 做好强有力的网路基础建设 我们的艺术软体 创作音乐运动的产业 可以进出花莲 我们可以成为让西部人 感到非常有特色的花莲 这是第二个花莲 也可以去补足台湾西部 常年欠缺的软体 创意艺术运动产业 我们去看一看 第三 最最重要的 我们是农业大县 花莲是一个守护台湾 粮食安全的重要基地 我们住了非常多农产品 可是大家知道 过去这两三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球出现了粮食危机 我们有非常多的农产 再加上战国外战争的问题 会没有办法进口 量不足 想买还买不到 更不要说遇到了气候变迁 如果台湾的西部 灌溉水不足 需要补充粮食的时候 在过去这两年 野藏西部 稻米担心不足 还要跟东部 来掉我们的粮食 台湾的农业建设 花莲的农业建设 对台湾整体的 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过去的现场 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没有看到花莲的优势 没有加倍三倍四倍的投资 花莲的农业这种建设 没有冷电的系统 没有江工厂 这会让我们失去 在全国里面 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 所以花莲也守护了台湾 粮食安全的重要角色 花莲很重要 花莲人一点都不是不重要的 直观性交通建设的人 我们要用不同的眼光 来看花莲 所以我认为 新的县长必须要有能力 看到2022年之后4年 花莲可能遇到的问题 以及花莲会有的机会 如果县长看不见这个问题 就会没有办法 为花莲带来新的结果 没有办法带来花莲升级 没有办法让 我会看到这种结果 会不会有的 未经许的结果 我会在这个地方 还在这种结果 我们不得了 就会得到 就会得到 更加细胜了 在这种结果 那么不得了 我们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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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不得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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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